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东西并不是因为我感到这个潮流而说我特别喜欢这位多样时代的那种东西 而且你们要我穿很随便 那这就是我的随便 回头这两时代就不就是竖腰啊 把那个腰捆的特别 对的 竖的 我们感觉它主要是在竖胸嘛 你怎么感觉到胸 首先你怎么感觉到胸 为什么 我的色味很奇怪吗 不奇怪 很好 我应该就是特别觉得你特别可爱 你看还是头一个这种范儿的 而且这种口音的 在我们节目啊 所以很有意思 是一位这个女作家 想来很多朋友啊 听过她的这个名字啊 我们念念这个 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 出版社忽悠的不错 是吧 你忽悠的不错 你看她介绍她很多啊 写这个西方先锋派的性态度 跟中国的性智慧做对比 而且还写到 而且要注意 而且要注意 你刚刚念的这些评语啊 是谁的评语呢 是一个是英国泰伍四报 一个是瑞典的戈屯保邮报啊 然后美国的洛杉矶时报 所以它是远征国际的红颖 对对对对对对 正好碰上我们节目呢 正在搞这个低俗化运动 所以这样的人来着非常合适 哦 谢谢两位仁修啊 太玩笑了 太玩笑了 所以要谈点低俗的话题嘛 这不低俗 不低俗 我们是联储的人 对 跟全国远远都是非常 跟全国很多女同胞啊有关系 送头呼吸 不是两会吗 刚开两会吗 两会上有这个女代表啊 你知道联名其案吗 嗯 说是哎 你怎么这么兴奋 一会你谈到女同胞 你谈到两会 我当然兴奋啊 哈哈哈哈哈哈 谈到两会是很让人兴奋 这个张海迪 这文章你你不熟悉吧 不熟悉 张海迪在我们心灵当中是有烙印的人 为什么 当年有过一阵啊 就是实行搞演讲 张海迪是坐着轮椅的人士啊 对 还讲他的这个呃 奋斗的这个人生啊 讲的感动过无数的这个青年人 嗯 也包括我 然后我记得好像张海迪之后 就还有一个叫李燕杰的 还有一个叫曲笑的 对 那个时候这个科普时髦到处演讲 哇哇哇哇 现在没了 这个但是呢 两会代表张海迪 静一丹罗天蝉 16名委员联名建议嘛 就是办理涉外婚姻登记的时候 应该增加审核条件 外国人呢 要就要出去本人纳税证明书 或者资产证明书 证明你有正常的生活收入 同时应该向登记机关 递交保证书 保证什么呢 外国人跟中国公民 你要是离婚的话 你应该负担我们这中国女公民啊 归国往返的交通费 还有正式离婚判决下达前的生活费 保证我们中国女公民的基本生活条件 我一直闹不太明白哈 但是我觉得也是好心 他好心他就是说 现在有些涉外婚姻当中啊 有些女的是不是给骗了 还是怎么着 反正去到外国被虐待啊 或者应有的权利 得不到保障被遗弃啊 就有这么一个提案 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刚刚提的这些建议 对 我觉得很怪 非常unfair 对啊 现在我是英国人公民 现在我也去你们中间的 每个月结婚的 然后如果你要我的机票吗 你现在是英国公民吗 对啊 所以呢 你要那个机票吗 或者是要那些 所以我的证件吗 那都不存在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 因为这是两个人思议的事情 对啊 或者这个提议 或者这个会上的提议 这样保护 这样是无法保护的 对 你比如说你反过来讲一下 你如果说真的怕我们中国的女性 给虐待或者受苦 要保护他们的话 对 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 那我们中国公民内部 一个男的娶一个女的 是不是应该也要保证 他有一定的收入 对 也要保证 比如说你拿贵的 对 把北京的女孩子娶回广州了 要不要保证他 这个春运能够准确运回北京呢 哈哈哈 我倒想娶那英国的 他得肯嫁给我啊 哈哈哈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因为有国籍而有了 这个变化 你比如说你对中国公民 你也没这种要求吗 你提醒去要求外国人 呃 你看我就想起一个什么词啊 大陆新娘 想到很多个案例 对 不是 不光是台湾 你看有某某发展中国家 或者这个比较落后的地区啊 就会出现新娘 比如泰国新娘 越南新娘 大陆新娘 这都国际流行所产业 但是呢 很多 不是给愣出去的 都很惨吗 这个你 你在国外多年 不然是给愣出去的 我不是被弄出去的 你是怎么取得英国功能 我是靠自己留学 然后在英国写作 然后就是很自然的 你刚才说的 我不是嫁给 我不是嫁给英国人的 好了 那个我觉得你说 那个是在十几年前 可能有这种情况 十几年前 其实应该有这么一个提 但现在咱们中国人的那个地位 在全世界已经都改变了 而且基本上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相反 恰恰相反 如果谁在国外 被西方的丈夫打了 那肯定这个人 就是刚才我谈的 绝对倾家刚才 什么 马上警察就来了 然后马上如果都有女人要离婚 什么都陪给她 她首先是保护复理的 西方的法律首先是费点 被遗弃了就更不得了 如果说 管我们女公民要回国 你给买机票吗 其实是机票 这个男人倾家荡产 所有的财产全部给 因为我财力空间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学者 他有著名的 而之前的书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有名 他突然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西方的一个老婆 然后发现他跟一个 中国的女孩跑掉了 就是私奔 跑掉了 你刚刚说的这个学者 是一个中国华人学者 是一个西方的一个学者 但他的老婆是 对对对 他的老婆是一个西方人 他发现这个丈夫 跟一个中国的女孩 跟他跑掉了 结果就把他送上了法庭 你知道是什么 所有财产帮助 还包括他所有的收入 全部法院判了这个西方女人 但他们最后离婚了 现在他们两个住在美国 他跟这个中国女孩 住在学校的宿舍大学宿舍里面 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西方 所以说我们中国女孩的权利 没有啊 钱都给西方老婆分了 我们中国老婆呢 他都是老婆 他不是都是老婆 但他们看来不管是 他没有看你是中国的 还是说是西方的 而且他保证你的那个 这种权利 妇女的权利 或者是如果你有小孩的话 那就更不得了 啊 但在以前就是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 那是很早了 那个时候他都要出国 出国的时候特别厉害 然后他都早 也不管出哪国 也不管出哪个国家 所以那个 连黑人也出 就被人抢光了 然后黑人就开始抢黑人 黑人就抢非洲党 非洲党来的 当然都是一些条件比较好的 比如说什么球党 对不对 儿子啊 结果加到那边去的 对应该是这样的 加到那边去 然后应该说好像听起来不错 也听不错 结果后到那里 发现有很多老婆 而且他根本语言也不通 因为他那里说一个地方的一个语言 可以说英文上自己有语言 然后什么都不对 然后他都发现这里 连做事也不对 什么都不对 然后就成了一个 最后就是指纹睡觉当中 还要能够像大红笼 高高挂的样子 还要挂灯笼 挂到他那里 他说也有 就是黑人 对对对对 那当然了 我说你都说了中华文化学 那怎么办 那那个女的 要离婚都没办法离婚 你知道吗 这个成了什么 就成了一个 我说性奴隶 而且非常 对对对 做黑人的性奴隶 对对对对 那你说这样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病 他要离婚 真想不通 对他要离婚就要求我们的政府来 往复他这样回来 我觉得可以 他为什么最后会 会沦落成这个黑人求奖儿子的性奴呢 那那个时候是一位想出国 他的这个目的性 他并不是爱情 然后他到了那边 他是根据当地的夫妻来的 他根本不知道那里有那么多老婆 他是允许的 所以为了取悦于这个黑人老公 对 他就沦为性奴 对他没有办法呀 他在这个家庭 大家的女人怎么办 怎么办呢 可能是个很厉害的父权社会 对啊 对这男的就能够三七四切 而且这个女的 他也不用给他什么特别的尊重跟权利 当然是这样 这个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旁证 我们有一次跟这个非洲某国呀 一起这个做合作节目 然后呢 他们在那搭台嘛 我就跟这个电视台的一个非洲裔的一个女子 整天躺在游泳局边上两人聊天 英语觉醒嘛 然后后来谈得深了 他就跟我讲 他要我介绍一个中国男人 他说他现在就觉得中国男人最好 就想嫁给中国男人 我说为什么呢 我才知道他讲的 我不是他们国家的法律 他说女的不能离婚的 是 男的可以再娶老婆 是 他说我娶的第一个 他说我嫁的第一个老公 这个黑人 他 但是其实他受的是西方化的教育 他觉得不平等 他平时你娶两个老婆他不干 于是他离开了这个黑人 他说我要娶一个白人欧洲人高等的 他说但是这个白人后来的结果呢 他这一个巴嘛 他说他把我从四层楼上扔下来 啊 这个白人老公喝醉的酒 把他 就成 就专一锅潮 他没 就一个巴 他就我问他 我说你这怎么一个巴呀 他就被我第二个白人老公扔下来 所以现在他彻底 这各种肤色的都回了心了 就要找黄的 就 找黄的 就找我来介绍 所以这也是 不是找你吗 找你 我记得上回你不是说他是找你的吗 对啊 不可修啊 这广告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是啊 据说是总是有些女性 利益受到侵害 对吗 咱不说别的 据说那个台湾 我见过那个报道嘛 就是越南新娘 从越南那种 通过某种中介 弄过来那个新娘 在台湾报纸上的新闻 都没听说过 先嫁给哥哥 再嫁给弟弟 再嫁给父亲 最后跟爷爷睡一块去了 就是这么 那你说像这种 就是说他举目无亲 他到了这个台湾 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台湾问题很严重 台湾我认识一个朋友在做研究 他研究这个叫外籍新娘 是啊是啊 那么他就说 但台湾特别的地方是在哪 就他的这个地方的法律 有问题 出了问题 就特别歧视 他有保护丈夫女的法律 像现在他们那个 吕秀莲原来是个女性主义者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他们对外籍的 这些新娘的 就法律上面很多地方照顾不到 就换句话说 他是歧视外籍人 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但是刚刚像洪颖说那种 比如说在英国跟美国 他这个法律如果一视同仁的话 对 我觉得不应该会出现这个问题 对 所以在国外会这样的 中国的男人 会非常的恨西方的男人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中国女孩 到了西方之后 基本上都不愿意找中国男人 是吗 对 因为很多实际的利益 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 一个要解决身份问题 一个要解决生存问题 第三个是 到了人家的国家 要人家的文化 那很容易就跟人家的那个 就是说 男人就 就产生了感情 这个可以因为实际而产生感情 这个是非常实际的 对吧 对 那同样的一个西方男人 或一个中国男人 你要嘴 这对一个中国女人是一种选择 他肯定就是选择一个西方男人 那么在西方的中国男人怎么办呢 他就没人找他 所以他经常就会 我在一次诗歌朗诗会上 就有一个 突然有一个中国男人就跑上来了 是哈亚的朗诗诗 然后里面就有一句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跑上去说 你们强着你们 全部是一个非常愤怒仇恨 那个西方男人那一首诗诗 最后就说 你们强着了我的女孩 就这样 就是要去拼命这种 他这种愤怒发泄出来 他已经是非常非常的 已经到 已经非常depressed 那种到疯狂的程度了 某种意义上是这样 其实他说出了一个生物学上的事实 对吗 那些比较体弱的星星 他也可以朗诵诗 说你那个寻强有力的大星星 你抢走了我的母星星 对吗 某种意义 这没办法弱肉强食的社会 对不对 求奖 求奖的儿子 你抢走了我的女人 对我是比不过你 我又不是酋长的儿子 是这个概念 不过现在是中国热 对不对 中国崛起了 不用担心各位同胞 但是我觉得 这整件事 这个提案 背后的潜伏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就是 其实跟洪颖刚刚说 你在诗歌朗众会上遇到那个人 我这个概念是一样 就是 中国女人是中国的产品 是自己的产物 我觉得非常狭隘 这是一种文化狭隘主义 我觉得这个提案 对我来说我觉得 非常狭隘 接受不了 对 因为我是在中西方同事生活十几年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提案 在我看来非常可笑 而且非常不实际 自己把中国放在另外一个 就是好像 放在一个 没有给人家就是平衡的 首先自己把自己放下来了 你要求那么多补上 你要求那么多 就是说在科学界 你要求那么多东西来 搞成你的婚姻 本来这个婚姻就不存在 不应该有这样的婚姻 如果你跟人家随意结婚 你该其实这样 别人谁敢跟你结婚 你说了对 这等于是把自己放在弱者的地位 对啊 但是难道我们不是弱者吧 我们都不懂 可能是弱者 你说你在国外是不是 你想我就清楚过呀 就是你好比说 我那次去法国嘛 就好多在法国的中国人就给我讲 说几乎我们所有的人 跟法国人这个恋爱结婚的 十个有九个分手收场 而且比如说其中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你到人家的地方啊 你没有人家的身份啊 某种程度上你是弱者的 就好比说就两个跟法国男孩子很浪漫 同居是吧 过了很久 后来这个中国女孩子 就跟这个法国男孩子为什么分手啊 就早上起来说 说我得走 这男孩子再逃会走什么呀 这女孩子说我跟你不同啊 我得去工作 我得去谋生 接下来又提要求了 说你得给我结婚 你不结婚呢 我就不能在法国待下去了 我就得回国了 咱们就没法在一起了 结果这法国男孩子呢不跟你结婚 你看实际上你不平等啊 你出发点不平等啊 这还是遇到了法国男人 这是世界上最糟的一种男人 最romantic的一种男人 是吧 最糟的 对 他只是会谈恋爱法国男人 而且法国男人 一般就有三个四个情人 就是他的婚姻里面 所以他遇到这样 广泛存在 对对对 对对对 比如说那个 我有一个女朋友 她记过作家 在澳洲的时候 她上面写了一些文章 就说 中国男人的那个就是性器官不行 西方男人的这个大这个好 所以当时引起了你可能不知道 好 我不服 我不服 你不服 对 当时就引起了一切坚然 所有的中国人全部骂他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是因为他以前受到中国男人的欺负 或者是抛弃 然后呢 他之后呢 遇到这个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男人 对他早餐是端上来 他在床上的时候就这样 不管是在床上 船下全是服务 对我也见过很客气 所以这样就是 对了嘛 就是对 不行 我简直像架到一个一个酒店 对对对 是好好女性的一个绝窃 我自己发现 主要是早餐端到床旁 对然后送些花 然后很温柔 无间不客 对无间不客 所以他跟那个法国男人就是完全两样 他如果碰这些法国男人 他就不可能有刚才那个妙人出来 也不可能写文章 也不可能 什么都不可能 他就遭到抛弃抛弃 伤害 所以说这种提案 主要应该限定一下 这法国人 他们得出证明 对吧 然后结果变成外交风波 外交是非法国人 也让我们就是中法要人家 对对 刚刚说不法有法 你就去看人家 对对 咱们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不过一般都是这样 你们觉得 一般就是很多我们中国人言谈之间 看到那些 比如说不要说嫁到外国去 就在我们中国土地上 看到一个中国女孩 跟一个外国男人在一起 都不信任不信 其实大家看着也不舒服 很多人就会看着 这人媚外 或是重阳 或何番 都用这样的一种语言 对 还有叫康阳枪的 对 康阳枪 所以这份这个书就是 就是写了中西恋爱的 没错 我刚才 恋爱在想 是吧 我刚才 随手一翻 我也发现 朱立安问 有没有 有什么 林有点吃惊 你是指孩子吗 我没有那么傻 我没有解开手工术 手工术 对 然后呢 那天两人刚开始亲吻 就收场了 朱立安对林无心性骄更加恼怒 说那你找我只是为了采阳补阴呢 哈哈哈 您心平气和的说别说傻话 如果我们真正相爱 就得有个解决的办法了 对 所以这位书就是 就是 这个女性在那么早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写的是三十年代 朱立安贝尔就是一个英国士的 中国武汉大学 哎 你知道我 我知道你怎么都知道 哈哈哈 天哪 对对对 武汉大学的那个爱情 就是有一个婚爱恋的称文 爱上了一个女作家 所以这个里面呢 那女性不管是在爱情上 还是在其他的 其他的感情 那刚才那个 包括她怀孕 都是由女人控制的 我让自己怀孕我 我才能够怀孕 我不让她怀孕我 你就没法让我怀孕 就是女性的那个就是 我这里面谈到一个仿宗术的修炼 已经到这样的程度 现在中国很早的时候 黄帝瑞金 树里金里面已经是 女人控制一切 所以这个里面 这本书里面 就说女人不仅在床上 诞生到那个 就是一个西方男人 另外在床下也一样的 对 高 对 你也研究这个 啊 其实我觉得像来就这样 常常我们看这个女人啊 就觉得像这种天 就把中国人当成弱势 而且把女人也当成弱势 往往忽略就是 往往有些我们觉得最弱势的女人啊 其实她也有一个主体 她也能够控制自己 对 比如说我在香港那时候 我们不常谈这个 香港的性工作者嘛 对 就觉得她们是很凄惨啊 需要被可怜啊 怎么 怎么 堕入红尘啊 如何如何 其实不是那样 她们很多是很自主的 她觉得我用我的身体谋生 而且就是身体是我在控制 而且每个我的客人 也都受到我的控制 对 是这样的 对 而且有的非常快 你就是享受 对吧 非常快乐 对 没错 你说这个事儿 我就又想起我做那个文涛潘 讲的这个女教师 卖淫的事儿 做工逼地上学 你看她自己形容 她说我周一到周五是做老师 是天使 周六周日是魔鬼 可实际上 我记得按照香港的这个法律上的称呼 这个 这种行业叫性工作者 对 她怎么就说是 你看她觉得这么深的负罪感是魔鬼 而且对这个事情 你看哈 这个记者呀 你会发现评论者所有的人都讳莫如轩 就是犹犹豫豫 不知道该怎么说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这个老大民族里 有些事儿就是能做不能说 对 或者说事实上 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报道这个事儿特别麻烦 是因为什么 你比如说明明卖淫嫖娼的 在很大范围内存在 可是呢 我们公开不能摆着说 我们说没有 我就老想我近年才明白鸵鸟政策是怎么回事 我原来老听鸵鸟 原来鸵鸟就是 要有人追她 她就把脑袋扎进去 我没看见 我没看见 这就叫鸵鸟政策 对 我觉得咱们几千年啊 就是这种假的东西 对 说一套做一套 承认一种 事情就要另一种 对 没错 完全一样的东西 对 到这里